注意看前方就是一太原最大的城中村,小马村了 这里面的环境怎样呢?点赞评论转发家关注 这个视频带大家进去里面看一下 这个城中村对你来过太原打拼的人都不陌生 而且很多打工人把这里作为太原的第一站 因为这里离太原南站也不远 除此之外,这附近的交通也比较便利 又加上这里的住宿很多,而且很低廉 可以一租也可以月租 看右边这个宾馆,月租也不贵,500块左右就有了 话又说回来,可以看到这个村的房子 跟广州城中村的房子不一样 这个村无论是大县还是小县都规划得挺好的 不现广州的城中村,进来就好像进入了一个迷宫一样 最惨就是房子都是握手楼,一点光线都没有 走到这边发现这里挺多宾馆的 刚才都说了,也正因为这里的宾馆多 才使得这里的住宿便宜 大家看到镜头前的这一幕幕 有没有勾起你曾经在太原打拼的回忆呢 城中村作为一个城市打工人的棋息地 在这里可以说是充满了很多人的青春与回忆 更是很多人梦想开始的地方 前方一个喜悦 实话我作为南方人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所 不过我不敢进去,因为我有点放不开 看到这里有住宿30元起,这么便宜 就是不知道房间怎样了 还有可以看到现在村里面不是很热闹吧 因为白天大家都去上班了 等到晚上应该会热闹一些 还有我发现这个城中村的消费比较低 看前方的面十,十块广宝 这样的消费实在太亲民了 这里又是住宿 好了,这个视频就简单带大家逛到这里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说的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 by bwd6